中共二十大今天早上十點鐘已經登場了 有哪些觀察重點呢 更多內容把時間交給若宜主播 好 我們先來看到在我旁邊呢 這個就是現場 即時Live的畫面 這個中共的二十大呢 在今天早上十點鐘的時候呢 已經正式召開了 那麼就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他來代表第十九屆的中央委員會 進行工作報告 現場情形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要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堅持山水林田胡草沙 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 統籌產業結構調整 污染治理 生態保護 應對氣候變化 協同推進 降碳 降碳 減污 擴滤 增長 推進生態優先 節約 積約 綠色 低碳發展 我們要加快發展方式 綠色轉型 實施 實施全面節約戰略 發展綠色 低碳產業 倡導綠色消費 推動形成 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 好 現在聽到的就是習近平在發表工作報告 二十大已經在今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展開了全球都在關注 我現在看到的地點就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裡頭 那麼回到現場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其實不只是台灣全世界各地的媒體都在關注這場二十大 因為大家認為說這是幾十年來影響最大的一次 那麼英國的金融時報就做出報導說習近平有望會在這一次中共二十大的演說上頭針對台灣的議題要來向美國發出警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從習近平上台至今他其實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包括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中共成立一百週年 也就是2021年的這一年 要達成這個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另外第二個呢 就是第二個奮鬥目標就是中共建政一百週年的時候 2049年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而且重要的一句話來了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好 對此呢 這個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趙春山就說 這個北京是不會等台灣的 習近平說過台灣問題不能脫 所以呢他們會以可以處理的方式先做 加速這個進程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美國總統拜登 他最近呢 頻頻對台灣台海的問題來表態 而且呢 加上這個裴洛西訪台等等 這些美國的政治人物呢 頻頻來到台灣 現在讓北京當局呢 是感到越來越擊破了 那麼另外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的主任張五月也分析 他認為說呢 隨著美中捲入這個大國之間的競爭 所以現在北京當局呢是更加專注於抵抗 他們認為對台灣問題的外部干涉 好 那麼今天在二十大上頭呢 習近平這個一上台沒多久 大概在十點十幾分的時候呢 他就發表了一段談話 從十點開始發表這個報告 開幕報告當中呢 講到十點十幾分的時候呢 就提到了涉台問題 一起來聽 面對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台灣事物的嚴重挑釁 我們堅決開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鬥爭 展示了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反對台獨的堅強決心和強大能力 那麼在這個二十大呢登場的前夕 昨天是有舉行了一場這個二十大的記者會 由發言人孫燕里來主持 針對各界關注這個在二十大之後呢 對台灣整體政策的一個方向 大陸是如何看待這個非和平方式統一等等的議題呢 孫燕里就回應說 願意以最大的誠意來爭取和平統一 另外呢 昨天這記者會上全球媒體都在 那麼台灣呢 也有媒體代表在記者會上提問 說到日前呢 因為有發布這個台灣問題 跟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的白皮書 在裡頭呢 關於這和平統一的相關表述當中 是增加了一句 這個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 是否代表大陸對台灣推進統一的方式 還有選項有所改變呢 那麼陸方又是如何看待這個評估所謂的非和平方式的統一呢 那麼孫燕里就說 這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關於最近發布的這個新的白皮書裡頭 重申了這樣的一個方針以和平方式來實踐統一 但是呢他也表示說 孫燕里說呢 他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些必要措施的選項 針對的是 針對的就是外部勢力的干涉 還有極少數的台獨分裂分子跟分裂的活動 並非針對台灣的同胞 好那麼現在如果習近平呢 取得了第三次任期的話呢 那麼大陸對台灣會採取什麼樣的新動作呢 陸委會的主委邱泰山就表示說 習近平對台政策呢 可能會以促容為主 未來會加強力道 陸委會會關注這個對岸的政策定調 邱泰山表示呢 過去民黨執政的時候 中共是以反毒為主 那麼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呢 是以促統為主 他認為說呢 這一次看起來喔 應該是促統 不過過去呢 促統效果台灣人民呢 不接受 所以呢可能會促容 促進融合可能是 未來加到力道的部分 這是邱泰山的一個看法 而國安會的前秘書長 蘇起則是表示呢 這習近平的第三任期 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呢 將會是解決台灣問題 習近平呢 仍然會走美中盤盤 這一條路 但時間不會太久 如果這一條路走死的話呢 五年內 他認為說呢 北京將會以武力統一台灣 蘇起也判斷喔 習近平第三任期內 解決台灣問題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他認為說 大陸武統台灣呢 已經不會計較任何的成本 只在乎是否失出有名 那麼至於呢 大陸是否有武統的一個時間表呢 蘇起說重點不是打 反而是在逼美國要來談 才是關鍵 如果可以不打的話呢 大陸黨局也會選擇不打 那麼前面我們提到這個孫燕禮喔 昨天呢 他向台灣民眾來喊話 他說 統一有好處 台獨是絕路 外人靠不住 那麼一起來看我們的深入報導 確立習近平能站穩 續任獲得史無前例第三任期的重大會議 二十大就要登場 北京卻爆出多起確診 就怕大會開不成 任何有跟確診者時空交錯 也就是足跡重疊的人都被迫居隔七天 而作為二十大序幕 十五號新聞發布會 以遠端視訊 被問到台灣問題 再次強調台獨是絕路 統一有好處 台獨是絕路 外人靠不住 台灣議題如果在二十大被協入黨章 外界認為將是觀察統一時間表的風向 英國金融時報預測 北京現在極了 認為習近平將在二十大警告美國 不要干預台灣問題 二十大前卻不平靜 北京四通橋十三號 發生民眾掛布條抗議事件 隔天周邊就不滿警力 緊盯試圖停留拍照的人 但這似乎不影響習近平展開史無前例第三任期 外界認為這已是毫無懸念 面對大陸崛起 美國恐怕掀起晶片大戰 華府啟動調查三星和台積電 疑似進口到美國的半導體及流動裝置 侵犯專利違反關稅法 另外美國加速建立科技圍牆 計畫禁止美國銷售華為和中芯通訊的新通訊器材 目的就是要拖慢大陸科技發展 至於美中貿易戰 美國還呼籲國內產業政策把維護國家安全視為目標 紐石專欄分析白宮領悟到全球危險破境 拜登出手管制大陸科技 目標明確有攻擊性 不像川普的貿易戰亂槍打鳥裝模作樣 記者李清 陳真茂報導 中共二十大今天早上十點鐘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登場總書記習近平以口頭親自報告回顧過去十年的政績 習近平也談到推進外交過程當中 北京是堅持維護國際的公平正義 反對一切霸權主義還有強權政治 也被外界認為說它是建制美國 一起來聽 我們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倡導進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旗幟鮮明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毫不動搖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